新竹棒球場 桃園羽球場 Google就可以看到 豆腐沙工程 巴德運動中心天花板 御震救他被籃引比擬成新竹球場2.0 鄭文燦沒有質疑直接歸類式 惡意連結 但覺得桃園三結域後 公共工程連番發生問題 可不止羽球場這一筆 游泳池整修當中暫時不開放 這個跑馬燈在桃園運動中心外頭 已經持續500多天都沒改善 裡頭到底長怎樣很多周遭民眾 都是問號 磁鑽沙包堆在一旁 這個狀態已經持續超過一年半 衝擊出因為磁鑽剝落問題 編了60萬預算直到發現結構問題 追加1520萬預算 至今依舊沒進展 且實際到現場勘察 泳池旁原本開放淋浴的空間 看到攝影機出現連進一步 都被阻擋 因為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是 有特質的壓力嗎 也不是壓力 工地的狀態 當然不方便進去 他已經上網招標 預計在10月 會決標新的廠商來試做 澄清不給盡 單純基於安全考量 但要選的另有解讀 今天我們本來要去 在游泳池做會看的動作 可是體育局有來關切 不可能因為游泳池的磁磚脫落 金額就這麼高 那當中有什麼貓膩呢 根據網路溫度計數字 台灣市場鄭文燦 負面升量即8月底的高點之後 19號再因羽球場天花板崩塌 負面升量暴增到8619比 遠比正面升量多出6000比 畢竟這個畫面實在 觸目驚心 TV的新聞終於輪越豐瑋 台灣報導